大家好,我是Sewtime Z 今天是4月22号 咱们今天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主要是来看一下这个评论啊 先看看B站的网友 关于口答呼话这个人 这个网友说 关于我拍了一个显卡寿命的那个视频底下留言 说是没听见噪音,不是说很吵吗 其实这种开放式的矿机呢 它是不是很吵的 就这种开放式的矿机呢 它是不是很吵的 而且是在你的环境温度不大于30度 最好控制到25度左右 它的风扇不会转得特别快 而且每张卡的间距呢 都有一定的位置 并且你的电源呢 要选择大一点电源 电源的风扇呢 也不要太强对吧 电源它是这样的 电源它功率越高的时候呢 它的风转速又会越大 比如说你整套矿机是1000瓦 你用了一个2000瓦的电源 那么这个电源的负载呢 只有50% 它的转速呢 可能还没有开始转 假设你的矿机是1000瓦 那么你用了一个1100瓦的电源 它负载接近于90% 那它的风扇呢 肯定是疯狂在转了 不过一般最大的声音是来自显卡的 其实只要是你用这个不是8090这种显卡的话呢 基本上还温度还可以的话风扇就不会太转也不会太响 我说开放这种 如果要是那种盒子装里头的 那种需要暴力风扇 因为显卡比较紧凑 需要暴力风扇来解决问题嘛 要不然它会过热的 那种就会比较小 我觉得在家里 尤其你屋子如果比较小的话 就不太合适了 然后有人问鞋架在哪里买的 我是在一个买日用品的商店买的 这鞋架应该很好买吧 然后 Gundice666说 看你们这样超频 我知道我不会买你们二手卡的 这个超频来讲呢 如果你超频并且温度控制的好的话呢 并不会影响显卡的寿命 主要怕那种超频 然后温度呢就升高了 主要是它的显存温度嘛 主要看那个温度 如果你长时间把那个温度 弄得特别高的话 可能会对显卡有一定的损耗 然后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这位网友说入场要有一定 一个认知要有这是堵 不是每个月都是这三个月 不是每个月都是二月 任何时间入场都是堵 不过是有的入场能赚一笔抽身 有的被绑死了 确实是啊 这个大家 我一定一再强调 大家对于这个投资要 这个有一定戒心 不是说你随便投 随便就能赚的 光看见贼吃肉 没看见贼哀打 所以做好你的研究 再进行一个入场 然后你入场了之后呢 你就是会 你就是对自己负责了 这个其他人也帮不了你了 对吧 然后云林系对于HiveOS说 Self Upgrade Force Failed Exit Code 等于143 为啥尾升级 为啥尾升级就会出现这个 然后升级失败 其实这个升级这个东西来讲 你的系统只要能用的话呢 尽量就不要手键去升级了 因为如果你稳定的来 稳定的话呢 升级之后有可能就不稳定了 不升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种呢 建议你如果实在不行 就重新装吧 重新烧一块这个SSD 不建议用U盘来装这个HiveOS SSD速度明显的要快很多 老哥 我有HiveOS五台矿机 这位J71网友说 老哥我有HiveOS五台矿机 时不时经常掉线一两台 网线绝对没有问题 什么原因 是因为国内网络问题吗 这个有可能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或者是软件超频超过了 这个复杂度呢比较多 尤其是五台矿机显卡呢 应该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我在这里呢 也没有看到实体情况 也不好说 只能是靠你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排查了 这可能性实在是太多 ST107说 请你好 请问一下不同规格的卡 怎么安装驱动 我有块10801660S和1060 1080在你看了视频挖着玩 但是在NAS Hatch挖 1660S和1060都是闲置的 也想用来挖 如果是用NAS Hatch 怎么挖驱动 如果是用NAS Hatch挖 请问怎么安装驱动 NAS Hatch就是Windows嘛 Windows下英伟达的显卡都是一样的驱动 就是近几连来 它的驱动都是一款 只要你装了之后就好 AMD的卡 就是另外一种AMD的驱动 英伟达的驱动就是英伟达的驱动 它不分显卡型号 你装同一个驱动 你都可以用了 水沟里的86 说别浇了 在我装机那台视频说别浇了 1660又涨了3K了 如果我发一个视频 对吧 我随便发个视频 我能让这个显卡涨了3K 那英伟达早都该请我当这个CEO了 老黄早该下岗了 我直接发个视频 对吧 价格涨3K 发个视频涨3K 我直接在英伟达那干不好吗 然后DUUF 这网友说转接卡如果最大75W的话 那么正常的PCIE双8 每个上面1分2出来 这样的话接4可不可以 是不是比SATA就要靠谱一点 这样的话看你什么卡吧 3090它的在转接卡上 有可能达到100多瓦的这个功耗 如果其他的小的卡 6070这种的 应该是理论上来是可以的 比SATA要稳很多 然后这位MyBest网友说 我的360PCIEX16是2.0的 可以解锁算力吗 只要是X8以上 并且是Windows系统 用470.05这个驱动 然后插上显卡 欺骗器或者是连上显示器 90%以上都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一些问题呢 都是关于这个奇亚币的 田疯子2 说好像500G的固态 同时P不了三个版 对 因为P一个临时的盘 需要200多G P三个的话就需要600多G了 500G肯定P不了三个 然后YouTube网友 这位Miss元说 在这个奇亚币这个视频底下说骗局 这看你怎么想吧 这个如果要是你只相信国家背书的话 你就是全都存成这个你国家的货币 不管是人民币台币美元也好 你就存成这个把你所有资产都换成一个国家背书的货币 如果你相信这个房地产你可以把你的货币变成一个房产 如果你相信黄金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钱都变成黄金 你相信什么呢 就可以把你的资产变成什么你所谓的不是骗局 比特币和其他的加密货币嘛 都是由世界上所有的矿工来背书的 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矿工 在保证这个比特币的网站网络呢 它不会被攻破的 然后这个硬盘的这个挖矿呢 如果你要不信的话 你可以观望一段时间对吧 如果要五年前有人说比特币矿市骗局 经常是有什么非法交易 这些方面黑暗的这个暗网 这些东西来讲跟你说道理的话呢 你也确实没有很好的证据来反驳它 但是到现在了 如果有人再继续否定比特币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有点开玩笑了 然后这位克尔连说 目前更信仰没本钱 还是挖你们的ETH就好了 这个硬盘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也是休市心在试验阶段嘛 而且这个也没有正式的交易 大家也都是在这个摸索阶段 没有说一个明确的收益啊 保证你任何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跟那个风头似的 当初对吧 贝佐斯也是在自己家门口车库开了一个作坊 那么那时候你投给他一万美金 对吧 那你现在有可能已经是亿万富豪 这些呢都是要看一定的发展 这个叶琴说小小建议没有必要用固态P会额外增加成本 直接用机械P一台电脑连五个 然后自己P自己直接开挖 这叫边P边挖 机械P盘有个急切在头部创建300G的分区 可以做临时盘 因为头部是外圈速度最快 我觉得还是用固态稍微好一些吧 速度更快一些 这个固态这个速度更明显的快一些 我呢这里也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挖矿的情况 就是我今天早上九点左右开了两块 用这个1T的NME970来进行P图的 然后呢在下午三点钟左右 也就是说六个小时P好了两块 我是同时P的P好两块 如果硬盘的话呢 它可能速度就要翻倍了 P图呢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慢 所以呢最好用很多个电脑P 或者你的CPU很厉害 能开多线程P 但是呢你的临时储存盘也要有足动的空间 毕竟它P一个100G的需要200G的临时储存盘 对吧 所以你要是1T的 你再装个系统装个其他的 可能就剩个800M可能也就P一个三四个 同时P三四个就差不多了 两T的呢又有点贵 对吧 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开多个电脑 如果又不用电脑的话 单独为这个买电脑的话呢 买很屌的CPU就不太合算了 呃陈奇说现在最难的就是怎么把移植到其他电脑 并行计算或者换电脑配件后进行预算 呃 其实这个呢 我现在这个P盘呢已经是换了一个新的 我电脑已经重新装了 但是只要登录你之前给的那个输入字符的那个密钥 它呢还是会登录进来 然后你这里呢添加你当时硬盘的那个目录 就是你最终的P田的那个目录添加进来 它是会找到的 我现在正在同步当中 它呢这个同步也挺慢的 需要很久 同步好了 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 好像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正题呢 来了 这是给YouTube网友额外的福利 大家看我现在是4987个订阅者 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应该也就到达了5000订阅 只要在本期下面留言评论 留下你比特币地址的话呢 我将会在北美美东时间5月1号进行一个抽奖 将有10名幸运观众呢 将在美东时间5月1号 得到10美元的比特币 直接呢把你的比特币地址留下来 我会在5月1号呢抽奖 直接发给你的 前提是你必须是订阅过此频道 而且呢不要重复发言 重复发言呢会将你剔除这个抽奖的名单 然后在5月1号那天呢 我会发布另外一个新的视频 来直接公布中奖的名单 感谢大家的参与 这个重奖概率还是蛮大的吧 比考清华北大概率好像大多了 对吧 那么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的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